彰化橋友大樓遭大火吞噬 大火英雄们前进第一线 过程中有两位队友受伤 赶紧先送上救护车去医院 而其中一人还是在大楼内 拿着手电筒向外求救才成功获救 但是一号凌晨两点多却传来二号 云梯车降落 一名消防人员跪地 一边痛哭一边CPR 外头其他同仁神情凝重 纷纷拿起免费遮挡 一位消防伙伴命丧火场 有的同仁强忍泪水 还有人直接靠在消防车上大哭 殉职的消防员陈志凡33岁 在参加特班考试后 隔了两年到彰化县东区消防队服务 之前曾当过五六年的义销 从小就立志 我最喜欢消防孩子 我鼓励他们去的 鼓励的 因为我有参加义销 他也有参加 陈志凡是家中长子 父母都说孩子天生有救人的使命感 前天他出门上班之前 才跟他说要小心 却一去不回 为什么会人家都下来 他们没有下来 是氧气筒 又是氧气筒的原因吗 家人质疑当时六个同事一起上去 儿子怎么会困在火床里 直到点名才发现人不见了 应该他身上所有的装备 他一一泄途代表空气给人 就没有空气了 所以他摸索到浴室里面 想在浴室里面做最后一线的求生机会 三十后晚间八点进到火场 氧气瓶只够他们使用三十分钟 疑似浓烟太大让他迷失方向 陈志凡在里头待了六个多小时 消防指挥官为何没无线电联络撤退 或是积极派人送氧气 相关的疑点必须要厘清 对上十六号之物柜挂着陈志凡的消防服 以及其他的装备 面对昔日战友在火场中离世 同仁都呈现低气压 他有持续的念书 感觉是想要再更进一步的 大家眼中的陈志凡做人和善 友善精心一直朝着目标努力 如今却没能实现理想 让人不禁感到十分惋惜 七月新闻 陈志中许立凡理财引张化场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